好 時間來到下午2點 我們的記者已經在台灣的各個區域 為大家守護颱風的最新動態 我們先來給大家看到是恆春地區 雖然現在山陀還沒有登陸 但是恆春的風雨已經相當強勁了 我們來看記者林嘉義的報導 好 各位觀眾 現在記者仍然在恆春地區 問你掌握颱風的動向 可以感受到我們現在 在高山沿土地宮廟 這裡風雨是非常的強勁 風一陣一陣的吹過來 那麼可以感受到 這個山陀雖然變成了中台 但是依然為恆春半島 帶來了強勁的風雨 那麼現在在土地宮廟可以看到 以往這裡遊客是非常多的 但是現在車輛是寥寥無幾 因為今天遭遇了 這個是颱風天的狀況 所以並沒有太多的遊客來進鄉 我們可以感受到 在這個土地宮廟 約莫在中午時段的時候 風雨是相當的強勁 那我們也可以感受到 其實這一個中台的威力 真的不容小覷 因為一陣一陣一陣的風雨 讓人感受到是在風雨中 都是站不穩的狀況 那我們可以要好好的 來做好防台的準備工作 民眾千萬不能輕忽 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 那麼以上就是現場的最新情形 好 歡迎收看